一样先恭喜所有得奖的老师 那参赛要讲求战术 我觉得我提出三点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我认为 你应该要重视关键的少数 评分项目里头有环境教育面向跟创意 我觉得各占20% 但是它却是得分的关键 那另外一个历史与人文非常重视时间的走线 从历史事件的发生的故事 到它整个的脉络 最后历史空间被保存下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最后这个地方 历史空间为什么被保存 在这个都市发展过程当中 那么珍贵的土地被保存的意义在哪里 我认为要带着孩子去探索 甚至引导孩子思考 这个空间未来可能再往什么方向发展 最后有一个战术 我觉得提供给大家的是 我认为要回到从过去听故事 到现在你的学习要转化成说故事 从被动到主动 如果你的课程教案设计是有这样的策略的话 我认为你应该是个很棒的教案 大家好 我是中校国中潘盈盈 另外两位伙伴 蔡柏娟主任 及林昭惠组长 因为学校有重要的活动不课前来 所以由我代表接受访谈 这一次获奖的作品是 城南寻宝防鼓基 主要走读的地点是 宝藏园和自来水园区 运含丰富文化底蕴 与生命力的历史建筑聚落 目前有不同的住民一起生活的聚落 我们走访防空洞 家庭电影院菜园 便能感受城市多元与包容 传送出温度让人会更爱这一片生长的土地 探访台北自来水园区 仿佛进入时光胶囊 了解古基建筑群的历史故事 认识从水园地取水、进水、除水等自来水系统的过程 以及看见因九二亿地震挤压变形的输水干管 不得不感恩百年来无数人辛苦的付出 我们当饮水思源 珍惜每一滴安全卫生的自来水 最后走出公馆水门 河滨自行车道规划完善 幽拜的租界也非常的便利 骑着铁马顺着河滨 心情放松 对环境的敏感度会提高 欣赏城市绿洲落日余晖 台北真美丽 我们鼓励学生打开身体感官 探索眼前的世界 用心体会 记录对环境的感动 慢慢地把感动终将化为行动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生态对户外教学 自然生态对户外教学 大家都认为就是在看物种 在看植物 在看动物 在看生态环境 那么在教学里面我们更强调的是除了物种的辨识 生态环境的体验 我们更希望能够连接到跟人文跟历史 甚至跟我们现在的产业能够连接在一起 让学习更具有深刻化 让学习更具有丰富性 而且更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 这次的教案一个是植物园 一个是谈到矿坑跟过往的历史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教案充分地展现我们是在真实环境中学习 但是不是只在乎物种 不是只在乎真实环境的表象 我们更期待的是意义跟文化的连接 更期待的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除了认识物种之外 更了解在物种的背后 它的充分的连接使我们觉得这次的重点 大家好 我是大直高中国中部的董教兴老师 这次小南门走读《彩虹森林与人文传承的疗愈绿洲》这个作品 我的设计理念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 是想要培养孩子户外走读的环教俗养 第二个 是希望孩子在植物园当中他有这个自然环境 可以做一个生命的疗愈 然后来体会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这种感受 然后再来是第三个 第三个是希望孩子可以明了 清末时期他有这个钦差心台 然后日本时期有辣叶馆 南门钉323 毅历在现在人文古迹的这个传承 总而言之 我很希望孩子可以透过走读 统整自己的生活经验 并培养爱护与珍惜在地相同的这种情怀 接着我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我们带孩子出去走出教室 实行环境教育的时候 学生的一些改变 其实参与户外活动的时候 且带有环境教育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叫寓教娱乐 依照这种以往的经验 孩子其实都会乐在其中 还蛮开心的 他们身心都会有很好的改变 那这个设计其实在于 这个弹性活动的课程 或者像我们国中九年级会有这个会考 身心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那其实会有很显著的那种放松疗愈的效果 那不仅如此 我觉得这个在植物园当中 植物的分区啊 像有民族植物区 有文学植物区 而且还有很多人文的古迹 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 会席得了丰富的自然知识 还有文化涵养 甚至有些孩子啊 他会因为这种美感而触发 然后触发自己对这种自然跟人文的传承 的这种兴趣 接着我想要讨论一下是 这个我推动环境教育的这种心得跟期许 我们在国文里面有这个中庸这本书 那中庸里面有提到 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辩 那最后一个最重要是笃行 要去实践它 那环境教育最终 其实也是期许众人可以绝之后 然后去采取行动 那就像笃行这两个字一样 那这几年来 因为带着孩子参加环教走读 其实对我们师长来讲 也是教学相长的 不仅我们大家的环保意识有增强 而且对于自然跟文化的爱其实是继续扩大的 而且我们最开心的是看到孩子可以自动自发 他们可以讨论未来的永续 地球的永续是什么 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感动 谢谢 生物老师不想让学习紫菊学营课本 上定课程心意圆环的老师 想让孩子了解能源使用上的转变 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洗手带孩子走出教室 体验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兼具的溪流 旷歌亨古道行 活动设计让学生自行探索挑战题的答案 探索过程 触动还是浅尝心底的好奇心 提升了学生对环境的觉察力 例如观察溪流中的非自然物 学生发现塑胶制品 以及废弃的装潢材料 探讨非自然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藉由教师的引导 学生看到自己社区内的环境现况 并在回程中自动减实道路两旁的垃圾 产生了维护社区环境的意识 进到矿坑中 想象过去鲜明采矿的艰辛 寝思能源有限 需要节约使用 聆听自然的物程中 学生定心观 静听水声 秒声 感受风的触感 以及泥土 花草树木的气味 学生因为这个活动 让自己的感官更敏锐 寻找孤类的挑战 让孩子主动睁大眼睛 放慢脚步 慈禧比落地叫着 老师你看 这里有 我们在过程中 看到学生积极探索的态度 以及发光的眼神 更确信真实的体验 有助于课本的学习 虽然费时 但值得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台大森林系 邱启隆 我今年协助 帮忙评选 环境教育议题 我从很多的 这个作品当中 我发现 有几个作品 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创新性 也就是这个作品 比较创新的一个发想 第二个 当你有发想的时候 也能够作为未来 能够实际推广的一个可行性 第三个 最重要的就是它推广应用性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从 创新性 可行性 跟应用性三个角度 来做一个评估的一个依据 举个例子来讲 从灯草山小台北的 这个作品当中 我发现 它把一个登山的过程 赋予了许多的不同的元素 让它充满了有趣 也能够对自己的自主的一个健康 能够做一个照顾 做一个观察 至于另外一个作品 有关于应用绿装置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来推广在校园里面的话 从水雾的喷洒系统可以有效的降温 另外就是在我们的应用热绿学的原理 从热传导 热对流 跟热辐射的 这样子的一个科学原理的应用 来做了一些水冷浆 等等的一些绿装置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新创的想法 虽然我们平常都能够观察得到 可是实际上它们有去量化一些数字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它的可行性跟应用性 那就更不在话下 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两个作品 能够获得必要的一些奖励 以上的说明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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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